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呢,来继续深入的学习我们的面向对象的相关改名啊 我们还是看着我们的student这样的一个视力类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呢,要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关注的点呢,是这样的一个啊,我把它写一下 我们需要关注啊,类和对象到底是什么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理解这一点呢,我觉得呢,对于啊,理解面向对象来说的话呢,非常的重要 好,那么啊,要说类和对象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我们实力化的这样一句话啊 类和对象的关系呢,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实力化来关联在一起的 好,那么我们暂时呢,先把这样一个实力化的概念呢,先把它给放一下 我们首先呢,要来说一下类啊,到底什么是类 好,我们呢,讲这个类的话呢,我们呢,先建一个文件,在这个上面来记录 好,什么是类呢 好,那么我们引入一个类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定义 我们看一下 类呢,是现实世界或思维世界中的实体在计算机中的反应啊 那么这个类呢,它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上的操作啊,封装在了一起 我认为呢,这个定义呢,是非常准确的 好,那么这两句话啊,第一句呢,我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 因为呢,我们在导演里面啊,花了一定的篇幅呢,去给大家呢,描述过啊 好,我们为什么要做内双对象,其实呢,就是为了啊,在计算机的世界中啊,来把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事物呢,给映射到我们的计算机里来 好,那么我们重点呢,来看第二句啊,它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上的操作呢,封装在了一起 好,我们之前呢,所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类呢,有变量 好,那么有变量呢,就是啊,它有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呢,对于数据的操作,我们是用什么来表示的,是不是我们的方法啊 好,所以说呢,数据啊,是类用来啊,刻画某些事物的一些基本特性的 我们呢,还是啊,看我们的student这样的一个类啊 在student类里面啊,我们又仅仅是举了两个变量的一个,两个数据的例子啊,name和h 那么大家想想啊,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的话啊,那么他,学生是有名字的,对不对啊 好,那么学生呢,也有他的一个年龄 那么除此之外呢,学生呢,还有很多个啊,这样的一些特性 那么这样的一些特性呢,我们如何来描述呢?在类里面啊,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啊,变量 或者说,或者是说呢,叫做数据成员来表示的 好,那么对于一个学生来讲啊,我们只用啊,这样的一些数据成员来刻画这个学生 他的一些信用和年龄,这个呢,是不够的 我们的对象啊,除了这样的一些数据之外啊,他们呢,还应该有他们的一些行为啊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啊,行为 好,那么什么是行为呢? 那么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一个学生他要做他的家庭作业,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行为 再比如说呢,学生呢,他要去考试,这个呢,也是他的一个行为 好,所以说呢,数据成员啊,刻画这个学生的一些特征 然后呢,这个学生他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把它称为行为 那么行为用什么来表示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大家只要抓住这两点就可以理解什么是类了 好,我们把它给记录一下啊,这两点呢,大家一定要抓住行为与特征 好,那么记住这两点呢,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去设计类啊 我多年的编程经验呢,让我觉得类的设计呢,真的是一种艺术啊 类设计的好不好啊,就在于你能不能抓住啊,这两个东西啊,行为和特征 好,那么这里呢,我提出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啊,我把printfile啊,这样的一个函数 或者是说呢,方法呢,放在student这个类上面,合适吗? 好,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一档案这样一个行为是属于student的吗? 好,那么我认为呢,把printfile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强行和student的学生啊,关联在一起呢,并不合适 也就是说呢,你呢,把printfile这个方法呢,定义在student的类上面呢 这个呢,不是一个很好的面向对象的一个设计啊 好,那么啊,我认为呢,像printfile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应该啊,是通过另外一个类来完成的啊 比如说呢,我们这里啊,有一个类叫做打印机啊,printer 好,这个类呢,它呢,应该啊,负责printfile 打印这样的一个文件,好,我们呢,可以啊,把这个方法呢,暂时的啊,把它给放到我们的printer下面啊 当然呢,如果啊,你要把这个printfile打印档案的这样一个方法啊,移动到printer这个类上面来啊 还是需要做一些更改的啊,因为呢,这样一些内蒙的A型呢,并不是啊,属于我们printer这个类的变量的啊 我们只是呢,给大家演示一个什么呢?演示一个啊,你一定要把握住啊,行为的主体是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打印档案呢,并不是,它的主体呢,并不应该是属于我们学生的啊,而是应该属于打印机的 好,那么行为啊,没有找对主体,这个呢,是我们很多同学在设计面相对象的时候啊,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啊,你的面相对象的设计不合格的一个最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好,那让我们修正一下,我们史德顿的这样一个类啊 我们呢,给它一个新的方法啊,叫做do homework,做家庭作业 好,别忘了啊,这里呢,需要加入一个self 好,do homework呢,我们就简单点来实现啊 好,那么这个printer呢,我们先暂时啊,把它给注视掉,我们还是关注啊,一个类 好,那么类的概念呢,我们理解清楚了,大家呢,重点要抓住行为和特征,这两个重点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是对象,以及对象和类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说了啊,类呢,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啊,它并不具体啊,比如说呢,我们说一个学生,那么是哪个学生呢 一个班里面的学生可能有30个,可能有50个啊,然后我们那会上学的时候啊,一个班有80个学生 好,那么所以说呢,类呢,它只是啊,一类事物的一个组成,它并不是具体 那么如何表示啊,一个具体的学生呢 好,那么呢,这个就是对象要做的事情啊,对象是用来表示一个具体的概念 在史刘顿,对于史刘顿的类来讲的话,对象呢,将表示一个具体的学生 换一句话说啊,类呢,只是告诉我们啊,对于一个学生啊,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呢 每一个学生都会有他的一个特征名字,也会有他的一个特征年龄啊 但是呢,这个内幕啊,具体取什么值,年龄具体取什么值,需要啊,通过实力化来完成 当类啊,被实力化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对象 好,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来说的话呢,我们如果啊,去做这样一个实力化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啊,向类里面传递一些啊,类的一些特征的具体值 然后呢,才能得到一个具体的对象 比如说呢,如果我们要实力化这样的一个十多分类的话 我们就必须啊,向这个类啊,传入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学生的名字和联名 如果没有具体的数据的话,那么这个呢,它就不是一个对象 因为呢,它不具体,它还是非常的抽象 好,那么我们最后呢,再用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啊,来理解类和对象啊 类呢,就像是一个印刷机一样,它就是一个模板 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板呢,你呢,是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对象 你呢,可以啊,通过这个类啊,来产生一个啊,学生A 你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类呢,再产生一个学生B,或者是学生C 那么啊,虽然呢,说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名字和年龄不同 但是呢,由于我们的类的定义啊,所以说呢,每一个通过类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呢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Name和Age 好,在我初学编程的时候呢,我也不是很理解啊,这个类和对象的一个区别啊 好,那么呢,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呢,我是上大学一年级吧 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这样一个C下部语言啊 但是呢,我脑海中到现在呢,都记得啊,当时书里面的一个比喻啊 类呢,就像是一个模板一样,通过类呢,你可以产生很多个对象 好,那么如果你对类和对象啊,还是很困惑 或者是呢,以后呢,你忘记了类和对象是什么关系的话 那么我建议大家能抓住啊,我刚说了这样一句话啊,类就像是一种模板一样 通过这个模板呢,是可以产生很多个对象 你不可能说你的一个模板只使用一次,对不对 比如说呢,我们的一个复印机啊,我们呢,会拿这个元件复印出很多 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复印件出来,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元件呢,才能被称为是一个模板啊 当然呢,这个复印,当然这个复印机的这个比喻呢,不太恰当啊 因为你复制出来的这个文件呢,都是同样的,对吗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类呢,是不同的啊 类呢,是可以通过传入各种各样的特征的一个具体值啊 而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对象啊 好,那么我觉得呢,这节课的内容呢,非常重要啊 如果你能理解好我所讲述的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话呢 那么类,那么类上对象呢,就算是基本的一个门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啊 大家呢,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呢,下去了之后呢,再把视频放出去看一下啊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